我們的媒體朋友們 今天是我賴會員第二屆 第三次的定期大會的總質詢 我將花 花掉50分鐘來跟市長還有我們 各局處討論一個智慧程式 智慧程式 首先市長 我想先請問你一下 這支手機 是一支4G的手機 如果這個手機裡頭 這支手機上面 我不知道這麼遠的距離 你看得到嗎 那你就是看飯燈片 他上頭有禮物 還有就是他有 要旅行的一個交通工具 還有就是他要消費的農產品 這樣你看到這個畫面 你會去想到什麼 市長請教你 物聯網 你會想到物聯網 好我想市長非常明確的 就是告訴大家就是說 這支手機他會想到物聯網 他會想到的是一個智慧程式的一個管理 在這裡我想利用這一段時間 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這一個物聯網 所謂物聯網 是不是有 這位局長 剛才市長看到這支手機 非常明確的就是說告訴我 他這支手機是一個4G的手機 有這麼多的一個功能 不管是說要去旅行 要去購物 還有就是 種種的一個 不管是你的社會福利的一個政策裡頭 是不是都可以從這一個手機裡頭去延伸出來一些社會服務 那我想問你 物聯網的概念你熟不熟 有一些概念 有一些概念 是 你稍微講一下 如果物聯網 這一個概念你應用在你的社會局 你應用在你的社 社會服務 社會服務 服務的話 你可能會做什麼樣的一個聯想 我大概會做一個資源的平台 做一個資源的平台 對 資源的平台 那可以跟民間的一些 一些相關的一些企業 或者是人事 那可以做一些物流的這個部分的一個交流 那把需求跟這個提供者 需求跟提供者可以在這個上面來做一個媒合 然後做一個訊息的交流 物聯網它是一個非常新的概念 事實上局長你也答得非常好 可是我也不是聽得很清楚 所以就是說 我想你就講合作 那在這一個智慧城市裡頭 我們知道這個是由工業局所提播下來的一個計畫案 你大概知道這個計畫案吧 是不是知道 工業局的部分我不是那麼理解 但是我們社福的部分大概會用在我剛剛上面說的 來 局長我問你 你跟衛生局合作的眼具照顧醫療 就是利用這一筆計畫案 是 那你知道嗎 是 那有沒有概念 有 有概念了 是 好你請坐 好 我想我們這一次針對著這一個眼傳 眼傳這一個提案 我們來做出一個期中考 因為這個計畫案從我們眼傳 在2014年12月提案 到我們2015年8月 我們台南市政府正式啟動 到今天2016年6月 剛好是快滿一年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市長其實他已經非常卓越看到未來 是要用智慧化的一個管理 所以說他在市政會議裡頭 不斷不斷的提 尤其他在2014年8月16號 他還帶著我們很多相關的局勢 到美國去做一個智慧程式科技的一個 那個參訪 回來的時候 在市政會議裡頭又再度的提 然後在2014年10月22號 他告訴原考會 你必須要去爭取這個計畫 那原考會主委 其實在這裡要謝謝你 因為對於這個計畫的一個爭取 我們知道就是說 對這個計畫的爭取 我們要知道你 非常謝謝你的用心 下一頁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說 在2015年 經濟部提出來4G城市的一個計畫城市 其實經濟部規劃的是50億的一個預算案 那真正的落實到地方是30億 你還有辦法去拿到5億 5億的時候 我們等於是相對的 這個演傳也要提拨5億 所以這一個計畫 我們total有10億對不對 那到目前為止 你覺得各局勢的一個會整 要到你那個地方去 那你認為進度如何 好 謝謝奈會員議員 對這個智慧城市長期的關心 他也對我們有一些資料上面的一些指教 我先給議員做一個說明 這個經費大概是工業局在智慧寬屏城市裡面的一個智慧4G應用類 投資那大概是總經費是47億 那47億裡面呢台南市非常榮幸 可以由工業局跟遠傳4G的合作案 選擇在台南市實行它的4G寬屏這樣子的計畫 那我們現在因為它最主要的經費來源是來自科發基金 所以科發基金是不能對於一些基礎建設做補助 主委為什麼你拿得到這個計畫 你知道台南市的基本條件在哪裡 這個教委基本上就是說在市長非常支持智慧城市的一些開發 尤其最重要的就是說公共服務的部分 每一個直轄市的市長都是支持的 你知道在桃園市市長在上任的時候 第一年他就規劃市府預算規劃了40億 所以我在這裡要跟主委做一個指證就是說 因為台南市有一個建構智慧城市很好的基礎 就是成如我們的智慧型手機的普及率是63.3% 台灣平均才是65% 還有就是說我們平均在台南 平板電腦我們上機持有 我們是13% 結果在前果才是22.7% 所以說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條件 這樣你知道嗎 我知道 就是說我們基本上在有一些數據上的 等於是說 你說的是通訊工具的使用 載具的使用 其實在台南市我很普遍 那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我們大概這一個案子是六個大案 但是有七個局處來參與 那目前執行的情況 因為它是三年的價位 第一年是先期規劃 那第二年我們開始在做一些工業局 對於業者的一些補助在台南市做相關的一些機制的建立 所以說這已經到了其中了對不對 對沒錯 這個計畫已經到了其中了 那你對這個其中 目前進度的一個計畫案 匯集到你手上的一個成果 你敢有嗎 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說我們現在所建制的 你告訴我你滿不滿意 我們目前對於遠傳所私作的部分還算滿意 因為這一項計畫有好幾個縣市在執行 主委 那好幾個縣市執行裡面 主委你算滿意的話 你認為最缺的是什麼 你認為在這個計畫裡頭最缺的是什麼 最缺的硬體是什麼 最缺的硬體是什麼 對 我不太懂 因為它這個計畫沒有補助硬體 我跟你說 等一下我會讓你知道有沒有補助硬體 因為你是一個統合的單位 你要必須要把這種 整個計畫案的架構非常的清楚 主委你請坐 我想在這裡 我要跟市長做一個溝通 從市政會議裡頭提起 在2014年的10月23號 一直到我們2015年8月 我們跟遠傳簽約 到今天剛好是接近了滿一年 這個各位還有一年 可以來執行 有一年可以來執行 做得不好是應該 因為這是一個太新太新的東西 這個觀念 其實我為了監督 這一個智慧城市的議題 我花了快一個月的時間 去念這些資料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在國際組織有一個智慧城市論壇 這個叫做ICF 他每一年都會做一個全球選拔的一個智慧城市的一個選拔 他有一個全球的一個21個大 21大的一個智慧城市的一個選拔 他的選拔他用六大指標 就是說你這一個城市的一個 城市管理還有你的數位的普及 還有你這個政府是不是有一個創新力 你這個政府你在智慧城市裡頭的宣導是不是夠 這個還有寬平的一個建設 寬平的一個建設 所以在這裡我們要給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不管是全球的21個大城市 還是7個大城市 我們看到台南市都沒有入榜 台南市都沒有入榜 他從2014年到2015年到2016年都沒有入榜 可是我們看得出來市長的用心喔 他還可以爭取到 經濟部工業局的這個預算真的是不容易 你知道台南市在基本條件上已經很差了 很差的時候還拿到了這個預算 我們就應該要好好的珍惜 在下一頁 台南抵全球的ICF的七大智慧城市的一個評比 從2013年2014年2015年都沒有喔 完全都沒有進榜喔 我們在2016年我們甚至還看到台東縣 台東縣有入榜 台東縣入榜那是因為怎麼樣 他是因為他的農業為商業 他建構的非常好 這個是等一下我要跟農業局長 做一個討論的一個議題 台東縣才22萬的人口 那他的其實農民的負數 一千六百 是怎麼能創造那麼好 那麼優勢的一個農業為商務 這個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我想在這裡 我要跟每個集處做一個討論 在這個智慧城市裡頭 像我們研考會主委講的 哪幾個六個集市還是七個集市 是在這個計畫案裡頭 是有拿到這個計畫的 是不是可以舉手給我看 好農業局交通局衛生局 教育局官方旅遊局 精華局還有沒有 健康會你就是路主啊 你拿一個刀 對啊 是不是 好 那首先 我們先來跟大家做一個 把它引言 智慧城市的一個建制的一個前提 需要什麼 我想交通局你在這整個計畫案裡頭 局長你是表現了最優秀的 那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就是說 整個智慧城市的一個建構 它的基礎是需要什麼 我想這個智慧城市的建構 第一個大概就是4G寬頻 對 必須要有一個寬頻的網路 是 然後要建立一個平台 是 那以交通局的智慧交通 我們是負責智慧交通來說 我們大概訂了三個項目 我們有一個具體的發展項目 第一個就是公車 我們公車要智慧化 第二個就是停車 第三個是大家也很關心的 就是交通控制 那未來我們 目前我們也就是按照這三個主軸在發展 好 所以就是說 你把這個智慧性的一個工具 利用在你的交通的一個印書裡頭 你認為做得非常好 本席也認為你做得非常好 我們正在努力 你正在努力 另外我們還有一些過去是2G 我們要趁這個機會把它提升到4G 這個建立到一個寬頻的 然後一個Wi-Fi的網路 為什麼會用4G來建構這一個智慧城市 對包括公車 局長 現在用4G來建構這智慧城市 因為我們現在手機2G已經淘汰掉了 3G也淘汰掉了 4G因為它的容量大 它的運輸快 然後它的整個影像的傳播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們需要用這支手機 這支手機就是我們生活上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功能 我們靠這支手機 我們可以討整個台南 我們的日常生活手續都是靠這支手機 還有我們還要透過一些入冊的設備 對 所以我就是要你講 以這個耗子來說 我們這個控制器 控制器 就是生手嘛對不對 對 還有手機資料然後才能傳輸 是 所以說硬體重不重要 當然是硬體就是在第一個環節 非常重要 是 硬體再加上軟體 局長謝謝你請坐 好 社會局 我想我剛才請教你就是說 你的局裡頭 你還沒有建構APP嗎 福利地圖的部分是有 在網站上可以查詢 但是那個APP還在建置 那我們的淨老商店有APP 你的那個電腦上面有APP 那你有沒有用過這個APP 淨老商店 好 對 有沒有用過這個APP 你有沒有上去看過 淨老商店的部分 你有沒有去看過 我跟你講 我查詢過 對 你這個APP 馬上就連結到 你社會局的一個網頁 是 所以這個功能性是 不足的 是不足的 趕快去改善 是 沒有這樣子的建置APP的 我們在那個 因為福利地圖 可以做這個部分的建置 他有一個家暴 他被家暴的話 在第一時間 也觸兵 要利用這支手機去求救 怎麼辦 其實打113會比較快 113可以跟相關的這個社福人員 打113會比較快 那113是不是很普及 好 我再跟你請教 有一個老人 他65歲 他要貫徹市長的 做假牙的一個政策 我在東山 躲在東園的山頂 我要腳去對問 所以這個部分就比較想要 我要再來民主問嗎 不是 這個部分 結果民主跟他說 沒有啦 你這個回去工廠問就可以了 回去衛生局問就可以了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對喔 我們那個不是 我說我們的福利地圖的APP 我們現在是用上網 Google上面可以連結到我們社會局 但是未來APP會建置 我們去看一下 看一下就是台北市的社會局 他所建構 他所建構的一個APP 在那個愛台北 是 他非常明確的告訴你 就是說 你今天 你的小孩子 出現了一些需要兒童 那個家庭輔助的問題 是 你的諮詢很清楚 是 你只要點下去 用這支手機點下去 非常清楚 他會告訴你 你的所有的資源在哪裡 局長 這個手機 對 其實我們 你常常下鄉的時候 你有看到 六七十歲 六七十歲 我們台南市民 他還在那邊滑手機耶 有沒有 這個普及性是不是很強 是 對啊 所以說 好的 我們盡快來建置這個 福利地圖的APP 好 局長你請坐 好 謝謝 那這裡我還想跟 社會局 跟那個民政局 再做一個建議 如果很多里長 里長發生了 一些 就是說 他是 急難救助 他必須要就是說 在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 需要一些奧元的時候 他該怎麼辦 你們兩個局勢 可以不可以合作 民政局長 我現在就在請問你 那是你的業務 跟社會局的業務 我是一個理長 我的里民 剛好 遭逢重大的一個災變 我需要馬上來給他協助的時候 我要怎麼處理 這個當然也是關係到社會局 社會局 有你的事情 還是沒有你的事情 你會先去工作 工作 工作這邊 有辦法處理 工作才會先處理 所以你現在先來工作嘛 對不對 過期都是這樣 過期都是這樣 是 現在還要繼續這樣 看民政局長 好 民政局長 當然如果應用現代科技的話 其實透過這個智慧城市的這樣的一個計畫 運用在那個Smartphone上面的話 譬如說他這個里民的案件 那他可以用即時性的影像照片 或是這個相關的 那可以立即傳給這個社會局 我想有這些圖說的話 那對於社會局在研判或是在處理上 可能會更精準更確實 所以說民政局跟社會局 你們可以建構一個急難救助的APP 對不對 他可以省掉里長 在這個第一時間 在處理這個急難救助的一個迫切性 甚至就是說 有很多APP 他甚至把這一個 你第一時間 你可能就是說 例如我生娘 我生娘有一個明德社 他就是說他隨時 就是如果有低收入需要 還是緊急救難的一個協助的時候 他都會在第一時間 他會帶一些食物 甚至就是說 帶一些人去馬上來協助 然後把資料帶回去 是不是要包著他現金 所以局長 那個陳局長 我想你要跟劉局長做一個溝通 因為他是在你的前端 也等於是在你的末端 那顯然他這一方面的資訊 還是不足的 局長你請坐 所以說民政局跟社會局 他們可以行購一個急難救助網 急難救助的APP 這個是有效果的 那我想再針對的文化局 文化局長 古蹟APP 是 你文化局做了幾個古蹟APP 跟議員報告 我們目前古蹟有所謂的自動導覽系統的部分 那大概目前刺砍 包括意在精神 包括安平古堡 包括安平書 這個部分都已經建置完成 對 那個局長 你自己有沒有進去看過 你的刺砍樓的APP 有 你感覺怎麼樣 我們那個是你只要靠 你下載那個APP之後 你靠近的時候 他就會跳出那個畫面 下載了這個APP以後 你去到刺砍樓的時候 他馬上就跳出來 然後你只要裝上南亞的時候 他馬上就是跟你古蹟導覽 然後講得非常的清楚 其實我們是一種自動的導覽系統 不用再像去有一些博物館 你還要去租借那個導覽系統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APP 因為古蹟是死的 人是我的 我是活的人 我今天是觀光客 我要來參觀古蹟的時候 我當然需要人家導覽 所以我覺得說你這一個古蹟APP 做得非常的好 可是唯一美中不足 你知道嗎 做得還要加強嗎 請議員指導 好 我告訴你 你沒有店家的介紹 因為去看古蹟料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 希望說 他在車下樓 在旁邊看古蹟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希望說 他樓下來吃東西 那在這附近 有一個三根壽司 非常有名 對不對 你要去過嗎 跟議員報告 就是我們裡面那個APP是有 沒有主動去導覽 但是有參考的資料 還有一個杜曉葉蛋子麵 對不對 對周邊的美食很多 周邊的美食很多 那為什麼不要放進去呢 我們有文字的介紹 但是他不是主動會跟你 因為我們是在園區裡面 才會有這種主動式的 互動式的這種導覽的功能 那其他的資訊的部分就是在 包括交通的部分 都是相關的文字 你要想 你要想你這一個古蹟APP 我已經進到刺坎樓 你已經跳出來了 強迫就是我來接受這一個導覽了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 對不對 你已經做成功一半 可是你鄰近的美食 你為什麼還要讓他再跳出來 再跑到觀光旅遊局的一個APP 我那個APP裡面有 我那個裡面也有美食的介紹 還有交通的 這都有 你有美食的介紹 可是你完全沒有標示到 他的地址在哪裡 你只講一個說 鹽水義麵 不是鹽水義麵 都在想我們的鹽水義麵 我們杜曉葉蛋子麵 還有你的三根壽司 你的什麼生貓碗粿找不到 我跟你說 只有看到你一個標示 甚至又跳回去 你們文化局的網頁 去看 很不猜 不猜你做得很好 我再來仔細看一下 所以你有很大的一個進步的空間 你甚至你有連結到說 台南好好玩 台南的小吃 台南的公車 動態的資訊系統 可是全部都連結到網頁 好笑啊 沒猜 前面做得非常好的一半 會用連結是因為 有些訊息 譬如說交通局的部分 他們會更改 你做連結非常好 可是你如果連結到網頁去的話 有做跟不做 意思都一樣 局長我再請教你 西北有沒有古蹟 有 有 有 那我們台南的古蹟有多少 目前大概有195 195個古蹟 195個古蹟 那我們用一個概括性的一個印象 在西北有多少古蹟 黑北有多少古蹟 你簡單說 鹹水呢 鹹水有八角樓 好有八角樓 新娘有太子宮 是 吳敬懷的故居也是 好 新營 有日式官社 有我們的唐業鐵道園區 有我們的沈家古厝 有我們的太子宮 然後柳營 有吳敬懷故居 對 再來咧 我真是 有現在故居有納入 尤其翔 劉家古厝 他沒有 尤其翔也是名人故居 名人故居 名人故居 也是名人故居 可以順便叫大家來齊頭嗎 可以 當然 是 那你的眼水更精采了 除了八角樓 你還有泳城戲院 你還有你的歷史街 你的歷史街區 你的喬蘭老街 你的武廟 你的媽祖廟 這個可不可以併進去 是 議員現在就是說 我們發現有很多民間的APP 他們也都做了很多 內容也很豐富 那其實在資源不從物之下 其實有部分 所有的人 他會看 他會看官方的APP 很少會去看 私人的這些APP 就是像我跟妳講的 因為我們現在都把資料開放 我們把一些資料開放給民間 都去做一些連結嗎 都去做一些連結 連結到人家的網頁嗎 連結到阿春八 比如說我們把一些古蹟的一些介紹 等等一些文史的部分開放出來 你竟然已經做了一個文化古蹟的一個導覽 你為什麼不要去做這些修正呢 這個是很簡單的 我跟你講找研考會主委 演傳那邊 我們就是可以告訴他說 我需要什麼樣的一個計畫 我需要一個什麼樣的APP 欸 我們現在這是不用花我們市政府的錢 市長拼命去清除了 結果你們回來每一個教室都說 這個不是我們沒有花市府一毛錢 我們沒有花市府的預算 這個都是工業局的案子 是演傳來設計的 局長妳買一間房子 然後妳是不是也要燒市的裝潢 然後設計師來設計了以後 他設計師妳就照當全收嗎 不是吧 妳一定會跟他提出妳的需求嘛 妳就補一個而已 妳走過來 妳一定要整間房間啊 所以說有一個這麼好的資源 為什麼不要好好的應用呢 我們會再來主動聯繫 那個軟體演傳會寫 不是我們文化局要寫 對嗎 沒有困難嘛 現在剛好有一個這麼好的後盾 局長 我跟你說 做得很好了 可以再更好 剛好是我們有一個北國人 有這條經費在這裡 所以可以讓我們可以把併進去嗎 這本府來跟演考會跟 因為在這一個階段 我們文化局是還沒有加入嘛 那是不是有機會 我們再把我們的需求再提供給 在這一個智慧城市的一個計畫案裡頭 你沒有加入嗎 我們是在台灣大哥大 你在台灣大哥大 是 所以台灣大哥大的部分 你也可以做啊 是 台灣大哥大的部分 在你的部分 你又做了幾個語音的系統的一個介紹 是 你做幾個 大概我們有一個智慧影音的部分 有一個音樂單 有一個音樂的一個專區 那這部分已經開始在建制了 那另外包括在地影音活動的線上的一個 可以線上直播的部分 但是這一個部分 因為都涉及到很多版權的部分 那過去的一些影音的資料 因為當時候跟這些表演藝術團體的時候 在合約上並沒有這樣子的簽訂 所以現在要重新去拿這個授權 會比較困難 但是後續我們在一些合作上 都會先跟這些表演藝術團隊 先做這樣子的一個討論 簽訂相關的一些合約 所以未來的這些影音的資料 就可以 可以不斷的再放到這一個平台裡面去 所以目前大概我們跟台灣大各大 大概在這個部分有充分的合作 有充分的合作 在那個研考會的一個資料裡頭 我有看到你做了這一段 那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還是要再跟你要求 這個古蹟APP 文化局的古蹟APP 利用遠傳的這一個計劃案 把西北的一個古蹟專區 一併併進來可以嗎 這個本我們 我再來錄影 是 有很大的一個努力的空間 好 謝謝局長你請坐 在這裡其實我不太喜歡問交通局 因為交通局做得非常好 市長這個是我們真的是要鼓勵交通局 因為它的起乘非常快 起步也非常早 為什麼它會做得好 不是其他的局勢做得不好 是因為其他的局勢起步得太慢 我們知道就是說 在2014年3月25號交通局 它入選獲得一個獎 叫做節能力能的運輸系統 它最主要就是要把我們這一個 文化首都的一個經濟來轉型 在當時IBM還派了一組人 那為期三個禮拜 它就是駐診在我們台南市 幫我們把脈去診斷 就是說我們台南需要怎麼樣的一個科技的一個 科技的一個智慧的一個交通 所以說建置器的一個感應器的一個建置 還有它的專業分析 還有智慧化的一個應用 我想交通局把它應用的非常好 有很多在電視頭前 你看我的那個質詢的市民 可能沒有了解這個東西 所以我想利用一個 利用一個我們安平非常成功的公車清理由 它安平地區的公車清理由 這一個利用智慧城市的一些應用 把它做了很成功的例子 局長利用一分鐘的時間去講一下好不好 交通局長 張局長 謝謝議員的鼓勵 那個8899就是我們的台南的觀光公車 那這部分是官旅局跟交通局一起合作來做的 那主要推廣這部分呢 還是觀光旅遊局這幾年呢 做得非常的好 那另外針對安平地區呢 那其實我們有提供了一個 之前就做了一個叫安平購好型的APP 那這安平購好型呢 就主要針對安平它是一個觀光地區 我們把觀光地區的整個行車路況停車 再包含公車的資訊 再加上相關的古蹟的導覽 包括觀光的景點等等 我們有做了一個結合 那這一部分呢 我們也在透過這個APP 目前使用的情況也不錯 非常不錯 所以說在一個交通流量觀光人口多的時候 在安平你已經做好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智慧的一個印書 有一個示範的模式 示範的模式嘛 我知道這一個框框是這樣子 就是說每一次安平這個地方到了假日 甚至就是揮假日的時候 他在某一個時段 尖峰時段都塞車塞得很厲害 然後停車場沒有人停 為什麼 因為車塞不夠停車場 那市長去到這個地方去參訪了以後 他就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說告訴你們說 這裡的交通要怎麼樣來整頓 這個交通要怎麼樣來整頓 所以我在這裡可以請教你 就是說你這一個 88線公車清旅行 安平觀光地區的這一個區域裡頭 你在4G的那個建構數有多少 你的Sensor的建量有多少 目前我們大概整個一個系統呢 大概做了12個入口 做了12個入口 超過500個Sensor嘛 對超過 我問那個管理局 管理局是跟我講說 一開始是558個 現在已經建置到一千多個了 是不是管理局局長 議員說明議員指的應該是指的是BECON 那跟交通局建立的那個 無線Sensor的內容不同 那種不同 指的應該是BECON BECON就是藍牙定位 微定位藍牙系統 等一下 等一下那個BECON再跟你討論 也是針對的就是安平觀光地區 這一個BECON 好 局長 那這樣子的話 你這一個 你這一個安平觀光區域 你跑了幾條路線 目前我們大概就是8899 8899 然後目前還有最近新開了一個電動公車路線 電動公車路線 所以說有三條路線 所以足以印輸掉 就是說在整個飽和的時候 來我們安平觀光的這些人口 是不是 我去了兩次 因為我要總執行去了兩次 結果發現其實是做得非常好 那停車場的一個疏導也非常的一個成功 我想自用 萊克大概靠 我們是希望他靠公共運輸 那盡量打我們的公車 但是還是有一些會開車來 所以我們希望說把這個開車子呢 停在區外 我們就是用區外停車 區內接駁的方式 區外停車 區內接駁的方式 好 區長非常好 區外停車 然後區內接駁 就是這個概念 您請坐 我想 在103年台南市政府的197次的市政會議裡頭 市長非常明確的有講到就是說 鹹水的觀光產值 絕對不輸給安平港 所以他衷心的期盼就是說 液晶 登節 可以 擷起 安平的優勢 那避免 那個重蹈安平的一個錯誤的地方 那他期待就是說 打造鹽水小城文化的 新風貌 那在這裡我想請問 那個局長 因為這是不關你的業務 交通局長 張局長 你知道在我們夜金港 就是在整個兩個月的那個登節 這一段時間 進來多少人你知道嗎 詳細數字我不太清楚 登節跟風泡 統計起來 統計起來應該超過60萬人 結果 停車場的規劃 也是非常的多 結果也是打節 也是打節 對 那可不可能複製安平這個經驗 這個我們可以 可以來檢討 你現在已經在編譯算了 對 鹽水地區 這幾 我剛才在拜託你啊 你告訴我說 帶來很多人 這我們會來評估看看 好 有可能嗎 我們會來評估啦 是不是可以複製 我們會來評估 他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條件 他在禮拜六禮拜天 他這一個觀光小城 他其實已經觀光的人口相當多了 已經有條件 來做你這個公車清理行 這個我們會跟 他也很有機會來 讓你建置這一個智慧公車 目前我們其實 是幹支線公車很多 濟到岸 沿水地區 你聽了這麼多 鹽水有機會嗎 對 我先感謝羅宜媛 對我們台南市智慧城市的關心 尤其是聽你剛才的那一順 你用很多苦心嘛 我想我們台南市是文化古都 也需要新的文明 加州智慧城市 這台南市要推動這個目標的時候 也需要議會支持 很感謝羅宜媛用那麼多苦心去研究 那 鹽水的條件其實很好啦 所以剛才羅宜媛議員你的要求 我請交通局長局長 來幾位 幾位來推動 所以我們也需要市長的支持 因為那個交通局長 告訴我說他沒有錢 那如果市長能支持的話 這個計畫就有可能來推動 是 因為我們智慧城市 是經過的大台南嘛 當然我們在建築的時候 一定是一個一個這樣建築起來 沒有錯 可是市長 不是每一個區域的條件都可以這麼好 沒有錯 所以就是說 在欺負的部分 你應該也要有一個示範點 對 就是說我們的歷史振興自治條例 我們的歷史街區 對啊 歷史街區 第一個你就擺在鹽水了 你對鹽水人那麼好 你也可以更好 這不是好賣的問題 就是因為第二 鹽水有這個條件 第二就是說 中西區範圍比較大 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兩個在進行的時候 比鹽水提早完成 比中西區更早完成 不然這像我們兩個都同時進行 你剛才說的交通局這部分的建制 我會請交通局來協助 市長請你多關心 謝謝 因為你有差別待遇 交通局一個那個信營客轉中心 李退治議員的一個質詢 你非常的瀟灑就告訴他說 好這個放入我們的規劃案 我給你討這個交通清理行 拜託你還要幫我倒館 那一定 我們就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市長 好管理局 你現在目前你的局裡頭有幾個APP 旅行台南是由我們親自開發的 對 還有另外呢 如果議員指的是巷弄台南 就是在這次4G裡面有遠傳開發的 好 那其實我手上剛好有三個 你主義管理局的三個APP 一個是旅行台南的APP 一個是旅行台南LiteAPP 那是同一支APP 同一家APP 那同一支它只是一個是輕量版 運轉的比較快 是 所以我就是在想說 我們在看這個APP的時候 那為什麼你不給它整合呢 不是 它是同一支APP 那輕量的APP它的轉速比較快 承載的資料比較少 要不然的話 有些人的手機下降loading很久 它必須要很久才找到資料 所以它其實是同一支APP 你可以選擇Lite版或者是Origino版 所以說你是很貼心 管理局是很貼心 他是刻意這樣做的 可是如果會用手機的人的話 會覺得 好 不是這是市場需求來做 不是這是一個趨勢 那個局長 我也認同你在這個管理局 裡頭建構APP的一個用心 那也看得出來 其實齁 你在這一個APP的建構裡頭 你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基礎在了 那在這裡本席要請問你 到一個地方去旅行的時候 我會 我這樣走一年後 我在市場路走一年後 我在 我這樣走一年後 我要想要做什麼 一定想要吃東西啊 對不對 有可能 那吃完東西以後會怎樣 可能會想要上廁所 對不對 有可能 所以說在你的APP裡頭 你是不是應該要標示公測在哪裡 如果要連到公測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因為APP的容量是這樣 它的基礎資料在的越多 APP運轉的就越慢 使用APP就越加了不方便 所以通常APP都會有 直覺性的單一目的來運轉 那個局長 我為了要做今天的總質詢 我已經跟你指證了好幾次了 可是我每一次覺得齁 你的說法就像天龍國一樣齁 那個實在是 不是不好意思 我只是在試圖說明 我跟你講齁 容量大那為什麼別人可以做 你不能做 你也承認就是說 沒有不能做 公測非常重要 停車場非常重要 美食非常重要 為什麼不擺進來呢 我們現在上面有公測 你要不要打開那個APP 現在裡面就找得到公測 我們有GPS定位 所以你在你的地點就會浮現出公測 我跟妳說 到了昨天晚上12點的時候 我跟我的助理 還特別的在檢測 檢測一次 不是 妳要到那裡 因為它是GPS定位 所以妳得站在那裡 所以說 我們如果在吸引定位的話 所以是會看不到的 可是我跟你講齁 然後局長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我今天我要到台南來旅行的時候 我會先在手機上找所有 就是台南要旅行的一個資料 那我如果看到沒有公測 沒有停車場的話 我跟妳來 沒有那個資訊是觀光資訊 公測定位 它基本上是透過現場GPS去鎖定 你所在的位置 告訴你周邊有多少家公測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像我 在跟你那個做一個討論嘛 你可以把它放進來嘛 那為什麼我在台北市 我看到他的營台北 愛台北的時候 我一樣沒有定位 我就看到哪一個觀光景點 它有公測 它有沒有熱點 它有沒有停車位 因為它是資訊性 它沒有互動性 而我們是互動性的 資訊性的比較單純 比較簡單 你只要把資料放在上面 電腦就有了 那為什麼簡單的你不做呢 因為它沒有用 那你要做複雜的 你叫大家都那麼人聰明 因為互動性才是虛勢 你要繼續說我就給妳說 沒有請議員指教 你好 對啊 我在想 在你的旅行台南APP 有一個四大名言 就是台灣的四大花園 我們知道 就板橋的林家花園 新竹的波園 還有霧峰的來源 台南就是五眼一個民視建築 我不知道局長你有去過嗎 當然當然有去過 好 那在你的旅行台南APP裡頭 你有沒有給它標示出來 無緣裡面 無緣當然有啊 好 你回去看 是沒有的 跟議員說明 所以我不是來跟你相坐 你這個東西我甚至會要求秘書長 你回去好好的 真的是把管理局的APP 重新看一次 看一次 這個真的是 還有很多可以建置的空間 像你說的 那麼簡單的APP 你不愛做 你要做那麼繁瑣的 沒有這意思 我們就 我們把無緣的網頁找出來 提供給議員 你不用找出來給我啊 我會操作啊 可是我操作出來的時候是沒有啊 沒關係 就是應用的方法不同 我跟你說 不是只有無緣沒有 來 到我們的旅行台南那個美食之家 到了沿水區中正路26號 28號 好這一頁 這個是 局長請你看一下 看一下幻燈片 有我在看桌面上 對你看一下桌面的 這個是要你要補我們去哪裡 你要補我們去鹹水區 就是他的照片 的確有缺這個我們補 這個顯然就是資料有缺 好資料有缺 好下一頁就是說 你要補我們去北門區 我們的北門舊城200號 這個在哪裡 舊城200號在哪裡 沒有照片沒有地圖 我跟你說這水晶教堂 有 議員我這個立刻檢討 因為照片的缺漏部分 沒有地圖沒有照片沒有簡介 我跟議員講有兩個可能 一樣也是告訴我們說 你可以到沿水區的八角樓旁邊 然後是中山跟中正路 我不是都要卡電的問 有先說 去你們鹹水要去哪裡吃冰 議員這兩個可能 我們可以檢討 但是我要跟您說 您用的是哪一個系統 有可能是因為您的手機系統不同 所以沒有讀出畫面 因為iOS昨天晚上在改版 所以他的確有這個可能 但是我們立刻檢討 我們甚至安卓的系統也用了 iOS的系統也用了 我就是怕你這樣跟您說 所以我們有幾組人跟助理 互換不同的手機 不同的去操作 譬如說議員我現在手機上就有無緣 所以我告訴你說 你是天龍火的人 所以真的跟查詢方法有關 我現在手機上顯示了無緣 我們的三星之靈 你自己看一下 你的三星之靈 你做得非常好喔 你有語音導覽喔 可是一樣也沒有照片 沒有地圖 我跟你講啦 局長 你講這個齁 你要負很大的責任 今天齁 不管用安卓 用iOS的系統 來我們台南市的觀光客 來我們台南市的觀光客 你不能要求就是說 你四機的手機 你要用哪一個系統啊 沒有沒有不是 你才拿一個齁 一條齁 手機把自己齁 腳先拔起來了 譬如說像你剛說的公測資訊 你要去求證 你要去求證 是不是像我講的是這個樣子 還是是局長講的是對 這個 這個真理啊 很快就可以變得出來啦 各位局長怎麼改善 我們立刻檢討改進 議員的指證 我們都會收到 都會依照議員的建議來做 一個禮拜可不可以改進 可以 我跟你說齁 很慘的是齁 昨天晚上我們要下載齁 你那個旅行台南 結果你的頁面齁 你的頁面齁 我們做到12點 他的 他昨天晚上在改版 因為iOS系統跟Android系統 最近在做改版 所以我們不應該昨天下載齁 我不應該引用昨天的資料齁 我只是要跟議員說時間剛好 遇到這個時間 我知道他昨天晚上 正在上傳新的版本 因為 只要是iOS他需要申請 那剛好在昨天才給我們通過 局長你請坐齁 那個金華局局長 在我們台南市齁 台南市的一個 欸 我只剩下一分鐘喔 在我們台南市齁 的所有那個有營業勢力 登記證的有多少人 如果是一般的這個商業的話 應該有5萬多家 公司的部分有差不多3萬多家 所以有接近快要9萬多家 那為什麼台南購物節 我們參與的店家 才1275家 這個是主要是他跟 跟我們之都有一些優惠的這些店家 那其實其他的店家 有這麼多的一個店家 是不是我們在邀請他們來參加 我們的一個參與的活動的時候 是不是因為我們台南人很保守 所以說在這個溝通的過程當中 會出現了很多的一個困境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困難 所以我想要再加把勁齁 你請坐齁 我想我在這裡齁 因為我的時間不夠了齁 我還本來是有一個台北的那個 一個非常好的APP的資訊 在這裡我要跟那個秘書長 做一個請求 你一定要去看台北市政府 這個愛台北的一個APP 那你會非常有概念 就是說我怎麼樣來要求 我怎麼樣來要求我這些局處 我怎麼樣運用一些科技化的一個管理 然後把所有的局處 需要去協助的地方 需要去管理的地方 做到一個比較妥協的一個方式 你喜歡罷了 你罷了的時候 你那些天空國的局長齁 青菜黑白跟你講的時候齁 你才知道齁 他們在講什麼 不然齁 你就照單前收 比較要跟秘書長 給 那請問那個 賴議員是不是也要那個市長 綜合意見給你做一個回答 好 請市長 好 再次感謝賴議員 一如我剛剛跟你說明的 因為我們台南市是一個文化古都 古文化固然重要 但是城市要發展 也一定要有新文明 在諸多新文明當中 我們有選擇智慧城市 作為這個城市發展的目標 那我們也雖然起步比較晚 因為縣市合併之後 我們才起步 不過呢 我們也得到包括議會的支持 還有社會各界的支持 我們在跟爭取工業局的 這個市基的計畫的時候 我們跟遠傳的合作計畫 可以說得到第一名 剛剛賴議員也有特別提到 總經會達到10億元 我們就是希望 藉由民間的力量 讓台南市的智慧城市 建制能夠往前跨一大步 那你剛剛所提到了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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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分呢 因為 我們已經 有邀請 有指教 我們大概預計 明年 明年左右 應該就有機會 擠進去 TOP7的城市 這個 這是一個 非常辛苦的 就是 社會的 你知道嗎 那 您 這個 我們 這一個 是 他來鼓勵我們參與的時候 當時我們就緊鑼密鼓的在推動 如果順利大概預計明年 我們就有機會擠入Smart City 7 簡單說明 謝謝 謝謝賴會員議員的市政總質詢 我們休息到11點30分